安康幼儿园小朋友为活动献唱一首美妙的歌曲 听我说谢谢你 期盼透过纯真的歌声 汇聚众人关怀脆弱生命的力量 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平安长大的权利 安康幼儿园的小朋友要跟大家说 县长林志妙表示 红包传爱公益行动 为国内经济弱势家庭募集助学 平安 健康 希望等四种红包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安稳就学 让他们在未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医院管政府我们的团队 可以说大家有钱出钱有来出来 共同来打拼 社会可以让共同 可以说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 所以今天南洋的爱心业 还有我们的这个 送的这些弱势团体就是四个红包 就是助学 健康 快乐 安心 还有都希望他们能够长大以后 能够回馈社会 而且对于社会的爱心 都能够大家共同的努力 拼出宜然的好生活 学长心我们尽了小小的一份心力 帮助我们 尤其是我们县内弱势的家庭 让我们的孩童能够健康成长 能够学习无忧 能够改善他们家庭的生活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学长心集团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能够参与 那么宜蘭县政府呢 长期以来也跟我们世界展望会 有做这样子一个配合 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县府同仁 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 都一起加油来努力 一起来把我们世界展望协会 目击这个爱心的这个现金 或者是说我们的物资 那也感谢所有的这些善事人士 透过这样子一个媒体记者的宣导 那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弱势孩子 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 世界展望会指出 这次所募得的红包 分别投入国内弱势儿童助学金 急难纾困 以及弱势家庭青少年赔力发展 让他们有机会摆脱困境 朝梦想中的大人样貌来迈进 我们所陪伴的孩子 全台湾有四万四千五百个孩子 这两个三万多个家庭 很多的孩子告诉我们 他只是要吃饱 他只是要上学 这样子在我们一般生活中 我们觉得已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每天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的日常 还有陪伴这些孩子 供应他们的物资 帮他们募集之外 给他们力量 让他们心中不会因为贫困 不会因为资源缺乏 而限制了他们的人生想象 艺人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